新剧还没上映 剧组就发生打人事件 这样不会影响演员和新剧的口碑吗 近日由陈毅主演的新剧《炎花楼》 剧组在拍摄的过程中 工作人员于待拍发生口角 最后也变成肢体冲突 剧组的标形大汉不停打人 被打的待拍还手余地也没有 标形大汉还想把人从城楼上丢下去 据说待拍被打了狐足一个多小时 这也太可怕了 这样的工作人员剧组怎么敢用啊 就算待拍违法抓住人起诉就行了 为什么要把人打成这个样子 最后剧组将待拍送往医院 然后称涉事者已被警方带走 打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被开除了 据透露伤者鼻梁已经被打断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小编也是第一次听说剧组打人 不管怎样打人就是不对的 就像王东家抱怀孕的妻子 称视频中看到的不是真相 最终还不是被点名批评 就算有理由也不应该家暴 剧组打人也一样的 待拍在部队也不是动手打人的理由 对此小伙伴们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视频的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